安安 大家好 今天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工廠的營運 蠻久沒有跟觀眾朋友聊這個話題了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工廠營運來講 事實上 主要還是屬性看工廠的一個大跟小 一般如果是說 工廠 如果是 一般來講 有的人會說公司行號 或工廠 或是一般的企業 那我們今天是屬於比較偏向就是工廠的一個部分 就是一般的那個 你也可以做製造業 或是說所謂的那種 傳統工業 或是說所謂的電子業都可以 事實上它很大的一個屬性都來自於一個基本的一個加工母機 或是說後面的一個 種種的一個組配 一般很多的一個部分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是說在 我們一般講的一個組配 對 組配的一個情況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事實上大部分的工廠 它都是 例如說本身有一個 設計能力 或研發能力 或開發能力 那如果沒有的話 一般蠻多都是做一種 類似像加工性質 或是組配業的性質 這也是台灣蠻多的一個 例如說像 模具加工 這在台灣來講 類似中部來講很多 那也是會有後續的一些 加工法的一個延避 例如是說會有熱壓 熱柱 或其他的一個沖床 或雷射 或說那種 壓床 整整的一個部分 那不外乎的部分就是一些 加工藝法的嚴禁 包含後面的一個 3D列印的部分 那在3D列印的部分來講 它事實上目前最大的一個點 當然就是成本的部分 再也就是說3D列印 它的一個加工的工藝 因為老實說事實上各位應該蠻清楚 就是說例如 在有一些 新的一些領域來講 它很容易被涼 很多 因為有一些比較舊的工藝 它並且是大家七頭四個一起抽 所以變成會有頭部跟被頭部 但是如果你是說太新的東西 還有可能就會被資本一次性的到位 例如舉例像那種無人機 像我們現在 很多觀眾朋友 會有 街無人機 或航拍機 一般來講無航拍 那目前目前在市面上 不能說絕對 但是佔了大概六七層 保守講六七層以上的 甚至七層以上的 大疆 我相信 很多人應該是 有在玩的人家就會知道 那它的無人機為什麼 第一個來講 本身來講有一個蠻大的 就是它的一個 你也不能說壟斷它的一個四三星 或是後面的一個行銷的一個部分 它搭配的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一個部分 包含現在看到很多的一個 很多人說 為什麼航拍機都一定會用大漿 只有業配嗎 當然是有可能 一般來講是有可能 對 所以等於是說 在整個的一種 新技術來講 或是說目前所看到的一個 大陸很大的一個電動車 對不對 電動車的一個部分 例如說 像特斯拉電動車 在大陸來講 目前的 大陸的一個 內地的一個電動車 這有點火火 那有的人說 它有可能是比較偏向於 是一種虛胖 有點變成是說 有點類似像 可能是一種 A股啦 或是其他這一個 有一種 有的說是 或者是奉子草股 奉子 聖子的子 接受國家的命令中 去草股 有沒有可能 這個 我們不知道 但是 應該來講 有一些它的確是有可能 是比較虛的部分 但是事實上 從無人機或是說電動車來講 可以看出一個趨勢 就是說 有些比較新的部分 不見得有一些新 有一些 產業有辦法去投入 這倒是一個點 為什麼一個會有這樣的現象呢 就是說因為 資本 這我們之前 節目 之前其他 節目應該有提到 就是說 主要是在於資本的一個部分 資本的進去大 那你所佔的一個部分 舉例好 講 你一個傳統廠 再也有一個傳統廠 可能他 人數 我們之前有提過 那個 小廠 不要說小廠 一般中間 百人的 百人 很多百人企業 可能養活了很多家裡 百人的養活 百個家庭 把老闆 小朋友扣一扣 資上大概 你說 至少九十個家庭 要吧 要吧 九十個家庭 OK 那這九十個家庭來講 幾乎 這是一個蠻大的 所以就是說 這九十個 我們之前有 討論到 如果是一個工廠 九十個 真正的研發 設計權不到十個 按比例來配的話 對不對 直接間接 間接可能佔六成 直接佔七成 間接佔三成 那一百個三成 就是三十個 三十個也會要 薄薄 身管 業務 總務 人事 HRO 一扣一扣 真正在研發 真正在研發來講 可能 做辦公室研發的人 不到十個 那這十個來講 好像很就是維持 一百個人的一個 營運的一個 戰力強的一個部分 包含能源的一個 流動的部分 這十個 那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大型企業 萬能企業 他脫時代化的 他隨便的一個 研發單位 裡面的研發部門 研發性質的 可能就隨便 破百人的 所以這個體量 是沒辦法比的 所以就是說 這種大型的一個公司來講 資本越大了 他當然就進入 進入牆來的話 他就很容易彎到超車 而且事實上 大公司會做一個點 這是一般小廠 蠻大的一個點 就是 會做一個整病 把它吃下來 我要這個技術 我幹嘛要跟他講 我就把他吃下來 吃下來之後呢 人員 技術 融落到了 第二個很多東西就是 要就留 不要就拿掉 這個事實上是 在這幾年的一個 大公司 整幣小公司 是很常看到的 OK 好 那我們回歸到我們 今天的一個 一個點來講 就是說 那 在很多的一種 你說的一種 加工法 演藝法 目前的一個 企業的一個 管理的一個限制 這個是一個 企業管理的一個點 包含了很多的一個方面面 對 那再來我們今天就是 比較細膚在講 就是說 再來有的是 成本面 有的是行銷面 或者是說 制度管理面 或所謂的一個 產業升級面 這個我們都有分 分門別類在講 那事實上 但是有幾個點 包含就是說 員工的一個 心態啦 或是說 公司文化的一個 速成 包含就是說 能源新進 哪裏開 所以就事實上 會影響到整個公司的 一個部分 那我們之前也有提到 就是說 有一些部分 可能是比較偏向於 就是 核心經營者 就是說 掌作者 一般來講 掌作者 他的一種 智慧格局 這個也都包含了一個 人緬 包含就是說 如何有效的 去活躍進去 世人 找到一些 你的一些 符合你自己 能 附著你的人 這個都 所包含面面的一個部分 然後包含如果說 在這個 人的部分中 去 讓你的組織 是更為健康 我相信這都是 蠻大的一個點 那再來事實上 就是一個 蠻大的一個點 那如果我去 搶到一個好的生意 病單是一個 很重要的嘛 例如說 剛剛講的 無人機 舉例來講 現在 假如是一個 公司 是個 適合